我们在这些日子在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要来之前的许多的兆头 我们现在请一起翻圣经到马太福音的第24章 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许多他来之前会有的许多的兆头 圣经呢一次又一次的警戒我们 要聪明 不要做愚昧人 当你看到天上有乌云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很快就要下雨了 那有些时候你看到天空呢 看到那个田里面的那个稻苗呢已经是转为金黄色了 你就知道是该收割了 所以耶稣就问我们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能够分辨这个时候这个世代的一些记号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不要我们做一个无知的人 甚至关于这个属灵的恩赐 当保罗把这样的一个题目向我们解开来的时候 他的书信上第一句话就这样说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关于属灵恩赐的事 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这个题目太重要了 神不愿意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是无知的 也因此他就把启示给了我们 好叫教会信徒呢 能够在知识上受装备 而且被预备好 同样的 关于耶稣基督要再来的这个事 神不要我们没有预备 他不要我们无知 他不要我们完全没有准备好 因此呢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很多 他要来之前的兆头 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悲剧是这样的 我们花了很多钱呢 来受这个知识性的教育 我们对于自己的那个生理的生长呢成长呢 我们非常的留意 可是对于属灵的长进 对于属灵的成长 我们就一点都不在乎 我们来了请原谅我必须用这样一个字 因为我没有办法选用 没有办法找到更适合的字 我们来到教会呢就像牛像羊像 像牛羊 在印度 到处都是牛 因为在印度呢牛是圣牛 所以我们在印度有一个字眼呢叫做圣牛 所以每个早上 那个牛的主人啊 就把那个门打开 那这牛就出去了 他们就到处去逛街 就满街跑 他们去看看大家在干嘛 就这边晃晃那边走走 然后地上找到什么就吃什么 等到太阳下山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都知道他们的住址 他们就各自回家去了 那同样的羊也是这样 他们也是出去兜一兜 那个猪呢也是这个样子 他们也是到处去逛的 那我所要 我所要说的重点是这样的 这些动物呢 他们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 他们反正就是出去遛一遛 要是他们会开车的话 可能就开车去兜风 反正就往高速公路开就对了 可是他们也不知道往哪里去 所以他们就去转一圈就回来了 我们很多人的基督徒生活呢 就像这个样子 我们就来到教会 然后回家去 去参加一些聚会像这样的 听了一些好的讲道 然后反正就在教会里面 把这时间度过 那当有些人听了信息 他们就忘记把另外一只耳朵关起来 所以就从耳朵进去 又从另外一耳朵出去了 没有留在脑子里头 所以他们的教会呢 好像是来自于一番 就在这样的一个气氛里面 我们能够长进到什么地步呢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留意 这个属灵成长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现在要带着爱心跟你们说 我们在教会所领受的那个属灵的粮食是不够的 就像我们每天要吃三顿饭 同样的呢 我们也要用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自己 是不是 我们一定要喂自己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属灵的知识上才能够长进 才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我们必须能够分辨现在发生的是什么 不要成为那无知的人 所以在耶稣所讲的很多他要来之前的一些预兆当中 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在二十四章的二十九节 我们看到了一起来念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 日头就变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天势都要震动 我们在这个地方读到什么呢 这个地方讲到日头 月亮 众星都要变黑了 现在的弟兄姊妹 这个耶稣要来之前的预兆之一呢 就是天象的一个预兆 当耶稣在两千年前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们那个时候从来没有听过有这样的事 可是耶稣说 他是在末后的日子 就在我再来之前 所有这些事情都会发生的 一些很奇怪的现象 你以前听都没听说过 都要在那个时候发生了 那这个现象是什么呢 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现象灶头呢 就是一些不寻常的现象 或是一些不常看见的情景 或是出现一些事情是很少见的 我现在给你们一个例子 当下雨 如果下雨了 那很多时候就会有彩虹出现 当那个时候神借着洪水毁灭这个世界 当那个洪水退了 神就告诉摩扬 我不会再毁灭这个大地 为了我要让你知道 我不会再这样毁灭世界 我要给你一个记号 所以就有彩虹出现 所以每一次你看到有彩虹 那个就是一个眼睛看得见的一个记号 就是想到说六千年以前 这个世界呢被洪水淹没了 那神那个时候呢 就借着这个洪水把这个世界 还有其上的一切生物都毁了 然后呢 他就向我们彰显他的脸面 就放了一个记号在天上 他就不会再用洪水这样的毁灭世界 这个就是一个记号 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的五百年 有一个先知叫以赛亚呢 就已经说了一言 就说那弥赛亚要来到 然后他就说 然后他就说 然后他说神要给你一个记号 一个罩头 借着这个罩头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人呢就有圣灵 那这个罩头是什么呢 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的十四节 那个先知就这样的预言 神要给你们这样一个道号 有一个童真女要生一个儿子 如果一个已婚的女子生小孩 那这个就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不是一个少见的事情 所有已婚的女子都会生小孩 所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可是主说 我要给你一个罩头 一个罩头就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发生的事 就是不是一般性的 是很不寻常的 我要给你一个罩头 有一个童真女要生子 那这个预言呢就应验了 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是十八节到二十五节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讲到说 有一个童真女她的名字叫玛利亚呢 被神所拣选 不只是这个样子 就在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 又有另外一个罩头出现了 在东方的一个很奇怪的星呢 在天空显现 那东方的博士呢 就跟着这个星星的来了 那我们现在留意听 他们跟西律王说什么 他们来了就跟他说 当我们在研究这个星星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奇特的星 为什么他们称这个星是奇特的星呢 科学告诉我们 每一颗星呢都有它固定的位置的 不会挪来挪去的 那这个行星呢是会移动的 就像我们地球呢是绕着太阳 可是太阳是一个星 就不会随便移动的 它们是留在固定的地方的 这就是为什么当 驾飞机的 开飞机的时候 或者是说航海的人 在海面上 他们都用这些星来 来做他们的引导 因为这些星呢都是在固定的位置上 所以当这些东方博士在研究的时候 他们就看见这个奇特的星在挪动 那可是那个呢不是一个彗星之类的 如果那样的星呢就是在天空飞 可是这个奇特的星是往地上 所以他们就跟着这个星 他们走了好几年呢 至少走了两三年 当他们来的看到了耶稣 那个时候耶稣已经不再是婴孩 他那个时候大概已经两三岁了 那我怎么知道的呢 那这个答案呢就是在圣经里面 所以当东方博士告诉西利王 他们看到了一颗星 然后他们就跟着这个星星走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没有飞机 所以他们就骑骆驼 那骆驼能够走多快呢 没有多快的 所以他们就慢慢地前进 所以这些东方博士从哪里来的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他们要么就是从中国 要么就是从印度来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有两个原因 首先呢圣经称他们是东方博士 那你想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话 那东方是哪些国家呢 就在那个时候 如果是博士的话 一定是要么从印度来 要么从中国来 他们只有他们这两个国家的人能够懂得这些 如果你来衡量的话 假设你现在要从耶路撒冷开始走 然后往东边开始走过去 大概要走两年 就可以把你带到那个地方 那就是到哪一个地方 要么就是印度 要么就是中国 所以这就表示说 所以这就表示说 有一个半是我的祖先 一个半是你们的祖先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有几个东方博士来看耶稣 一般传统都说是三个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呢 因为圣经上也没有说三个 可是因为他们给耶稣的礼物是三种礼物 我们就下了一个定论 我们就说不可能四个了 那难道另外一个博士呢 是一个穷博士吗 没有钱可以买礼物吗 难道他就空手来吗 有可能吗 可以吗 可以 可以的 所以有可能是四个 也有可能是五个 可是传统呢就认定是三个 当他们来到耶路撒纳 那希律问他们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你们什么时候看到那颗星的呢 所以他就在那算时间 所以他就告诉他的视频 去到伯特利 那个伯特利亨 两岁以下男孩 全部把他杀了 所以这个就是他量出来的时间 所以当东方博士来朝见他的时候 耶稣大概就是两岁左右 所以你看他们跟着星星走 后来这个星星呢 就停在一个房子上头 那个地方呢 就是耶稣所在的地方 那是什么星星会这样转动的呢 在启示录的第一章 当使徒约翰看到耶稣基督的异象 他就看到耶稣手上有七星 而且有七个灯台 然后耶稣就站在这个七灯台的中间 然后耶稣就对他说 就在启示录的第一章 在二十节 这七星呢 就是代表七个天使 所以我们可以很安全地 这样的下一个结论 那个会移动的星星呢 有可能是一个天使 这个天使呢 来引导他们到耶稣所在的地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个很奇怪的灶头出现了 发生了 那现在呢 耶稣说 就在他来之前 会有神迹奇事发生 其中的一个奇事呢 就是日头月亮众星不再发光 他们会变黑了 他们的那个光呢 不能照到我们这里 如果你读圣经的话 在以赛亚十三章的第十节 另外在约尔书的第二章 第三章的那个三十节 第三章的第十五节 这三处的经文都告诉我们 在那个末后的日子 所有的星星星树 所有的那个日头月亮 都会变黑 那这个怎么可能发生呢 当这个神迹奇事 当这个先知预言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看见 看见这个日头不再放光 月亮也不再放光 众星都看不见 所以这个大地呢 是一片幽暗 这是他们所看见 那这个是不是表示 是不是太阳会爆炸掉呢 月亮爆炸掉呢 是不是所有的星星都爆炸了 是不是表示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在两千年前 四千年前 或四千年前 我们那个时候不会有答案的 可是今天我们有一个解答 这个事怎么可能 会怎么样发生 科学家已经有一些预告 如果核子战争爆发了 那所释放出来的这个核能呢 还有呢 还有呢 这个所上升的这些烟 那个烟呢 会非常的浓 浓到一个地步呢 光都射不进来 那这个呢 会遮盖整个地球 如果不是一整年的话 至少也会有好几个月 就在那期间 那个人住在这个地球上 就看不见月亮 看不见日头 看不见星星 所以对我们来说呢 一切都变黑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不是一个科学的小说 科幻小说 这是真的 就在几个礼拜以前 印度呢 跟巴基斯坦呢 打起仗来 那个情况非常的紧张 随时呢 有一个很大的战争 都可能爆发 那其中的危险性是这样的 这些国家呢 大部分这些国家呢 都有核子武器 他们只要按一个钮 他们不需要再做别的 只要坐在他们椅子上 然后就好像遥控器一样 这样按一个钮 然后这个火箭就要出去 然后巴基斯坦就没了 然后巴基斯坦就没了 印度不会没 因为印度是一个大的国家 因为萨都姆斯呢是在印度 可是印度的某一部分呢也一样会毁掉 那这个是印度 所以你看世界上的所有的国家 这个全世界呢充满了这个核子炸弹 武器 所以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只要按一下 这个全地呢就被那个核子的那个烟所包住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真的 我不是从一个故事书里头来讲给你听的 这是真的 那既然你们都是住在美国 我现在要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 大概在几年前 有一天早上大概四点钟我在祷告 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异象 在这个异象中呢我是站在一个国家 我不晓得我所在的是哪一个国家 可是我就站在那边左看右看 突然之间 没有半点警告 突然之间呢有 有那个火箭 飞弹射过了 然后就掉到地上 而且是一个一个来 而且落在我所站的那个地方的周围 然后我就看着天空 然后我就这样说 美国被攻击了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我是在哪一个国家 我就大声喊叫 美国被攻击了 美国是被攻击了 核子武器到处到处丢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些都要发生的 这些都要发生的 所以你们这些住在这里的人 要多多的为这个国家的安全 并且不仅我看过这样的事情 很多神的仆人 同样的异象 所以你们要多多的祷告 第二个 有很多很可怕的现象 要发生在天空中 在路加福音的第二十一章 第十一节 主耶稣说 将有大而可慰的现象要发生 在过去这一年 有很多的科学家一直在警告我们 这个世界 这个地球 会有一个星 运石会有运石掉下来 那好莱坞呢 就抓住这句话 制作了很多的影片 去年夏天就有三个电影出来 都是这样的题目的 一是叫阿玛吉多顿 你有看阿玛吉多顿吗 阿玛吉多顿 没有 这两部电影都是讲到有一个危险要连到这个地球 可是有一件很叫人惊奇的 他们在电影里头用了很多圣经的字眼 那这些都是真实的事情 如果你读启示录的第十章 第十章这样说 有一个火山要从天空掉下来 然后掉在地上 这是先知所看见的 是一个在燃烧的山 然后从天空掉下来 击打到地上 当它击到地上的时候 这个震荡呢 会把世界上的三分之一的人呢 毁灭掉 那现在呢 科学家已经回答这个 当一个大运石掉下来的时候 这个震动呢 会造成很大的损害 就是它会等于是三分之一的世界被毁掉 所以你看到 圣经里面的真理呢 科学家来证实了 大概在五年前 在世界各地呢 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发生 有一群苏联的科学家呢 在挖那个 挖那个油井 他们就挖得很深 当他们用他们的仪器在听的时候 他们就很震惊 因为他们听到一些很奇怪的声音 你知道他们听见什么吗 他们听到人的声音 在那里哭泣 请你帮助我们 请你帮助我们 他们原本以为是他们的器材呢 出了问题 所以他们就在拿一些很贵的 比较精细的一些器材来 然后就再钻得更深一点 可是当他们在听的时候 他们就听到很清晰的人的声音 在那里哭泣 在那里哀嚎 而且哭泣 请你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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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在这个火里面被燃烧 当他们听见这个的时候 这些科学家都明白了 不是一般的事情 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基督徒在他们当中 他就把《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读给他们听 就是那些人死了以后 笑到地狱去 他们就在地狱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哭喊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和结果 科学家都成为基督徒 不是讲道救了他们 是一个恨可 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现象 现在的弟兄姊妹 现在就是末后的日子了 会有很多大而可畏的事情发生 在几年前 有一个墙壁在非洲 有一个战争在索马利亚发生 所以美国的军队就过去帮忙 有一天当美国的军队在打的时候 他们就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人 显在天空上 那个云彩好像形成一个脸 看起来像耶稣基督的脸 所以他们有照相 那这样的一个报告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都有 所以世界上每一个地方的人都看见这个 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东西写在天空 当耶稣基督的脸显现的时候 看起来像他是在哭泣 好像他从天上呢 在向下看着索马利亚 然后哭泣 而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的两天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发生 那是一个魔鬼的脸 那这个都是同时发生的 当他们看见那个魔鬼的脸的时候 他是很高兴地在那边笑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有战争发生 有很多人死 然后过两天之后呢 在天空显现就越说人 所以你看我们如果做一个比较 一个是魔鬼 因着有人死亡他就欢笑 可是另外一个因着死亡他就哭泣 所以那天呢 在美国的军队当中 很多士兵原本没有得救的 那天都接受了耶稣的救救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告诉你们一个真理 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会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 在世界各地这些事情都在发生 那这一切呢只是证明一件事 那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已经很靠近了 而在耶稣基督要来之前的最大的最后的一个灶头 就在二十四章的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三十节 我们请把圣经翻到这个地方来 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些经文 好我们现在一起开声来念 那时人子的灶头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能力有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这个地方耶稣在讲什么呢 他这个地方人子的灶头要显在天上 我们特别要留意他这句话 他讲到说是人子的灶头 那人子的灶头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细节 可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们 这个灶头到底是什么 在1991年的时候 我看见一个很奇怪的意象 在这个意象中我看见 在宇宙中有很漂亮的星星 当我因着这个星星的美 而在那边震惊欣赏的时候 突然之间的这些星星全部爆炸 与自己的整个宇宙就变黑了 没有半点点的星光 所以当我在看的时候 在宇宙的一个很遥远的角落 有一个门就打开来了 当那个门打开的时候 就在那个门内呢 我就看到神的荣耀 那我心里头就知道 越过那一地扇门 就是天上荣耀所在的地方 所以当我这样在看的时候 有一个极大的火球呢 就从那个门内出来 然后站在门口 是一个极巨大的一个火球 然后这个火球呢 那个明亮到一个地步呢 把整个的宇宙都照亮了 所以当我在想这个火球 到底是什么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就圣灵对我说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当我在仔细看的时候 就在那个火球的里面 耶稣基督站在那里 因为他一看起来也是呢 好像全身都是火 那耶稣那个形象是这么的巨大 就在他的左边还有他的右边呢 所有的旧约跟新约的圣徒呢 都站在旁边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从他这个地方出来的 所以从这边呢就有一排的圣徒出来 从这边也有另外一排 那这个看起来像什么呢 看起来就像十字架一样 这个就是人死的灶头 所以当我看了这个的时候 主耶稣就开始移动 是带在极快的速度 连比光速还要快的一个速度 当他在移动的时候 这个就好像一条光河呢 就流到在那个宇宙中的涌动 有些时候当你看到晴空 有些时候你看到好像有灰星坠落 有没有看过这样的 有没有看过 就像这样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来到 就好像一个灰星呢 从宇宙中闪过去 这个就是人死的灶头 这是圣经上说 他说所有的眼目都要看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就是活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 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代就要来到了 不是下一个世纪 不是你的儿女或是你儿孙 或者儿女的儿女的眼睛会看见耶稣 而是你们自己要亲眼看见耶稣基督 你们相信这个吗 你相信耶稣在你在世的时候就要来到吗 他一定会在我们这个世代来到 不会再迟延了 所以我们要预备好 不要成为那个愚昧的虾眼 要像那个聪明的童女 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预备我们的油 好叫我们能够配得逃避 所将要临到这个世界的各样的灾难 那我们可以被耶稣基督被提 然后与他同在 阿们 阿们